其实27它不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素质 2它代表的是蜕变 你的第二个人生 然后7其实它就像这一个箭头 代表说这里是你创造改变 跟创造价值的一个转折点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做每个事情 我们有一个目标的时候 我们都要有一个方向 然后我想要帮助更多人 透过一个平台 然后去改变自己的人生 追寻自己的梦想 我看你的团队基本上都很年轻 当你在面对这些比较年长的 哥哥姐姐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说 要怎么样说服他们 听你的这个带领 我只可以用专业 他们怎么样都好 都比我更有社会经验 我毕业以后就开始做这一份事业 我是从来就是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 所以其实我并不能用经验去说服他们 我只可以用专业的部分 今天每个人创业 他想要的回报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可能是为了成就感 或者是有些人真的是 就是纯粹为了钱 我没有办法去满足每一个人 但是我可以做到的就是 我可以确保这里可以 持续地提供大家价值 我是一个真的是愿意把 钱花在伙伴们团队们 公司上的人 我更向往的就是成就感 去帮助更多人 然后找到资深价值 在我成立公司的时候 其实我就很明确 知道我要做好的两件事情 第一就是品质 第二就是制度的部分 我觉得好产品的定义不在于 这个产品的一个疗效 而是它背后的一个初心 跟它背后的这个用心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第一点我要突破的就是品质 所以我把品质掌控的很好 摆在第一位 所以我是以品质第一 利润第二为主 我宁可用品质走得慢 我也觉得这样子才可以走长久 走得慢但是走得稳 对走得稳走得远 所以我是不会用那种 跨大起始的包装手法 行销手段我是不会的 我们下期待 感谢啦 碧 尝试 �� 这 请 试 试 咳 绵 谢谢观看